每次都在说美股 我今天想聊点别的 也是我最新的投资 虽然这投资方式还是很新颖 而且我已经做好完全亏损准备 我投资了1000块美金下去 因为我蛮喜欢艺术的 所以我忍不住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大家就把这题当作我个人的闲料吧 并不是鼓励大家和我一起投资 就当作多学一份新知识就好 嗨大家好我是凯西 欢迎来到凯西的理财冒险 我是凯西 请麻烦还没订阅朋友帮我订阅按赞 谢谢大家 随着美联储无限的QE 未来我们的货币将会持续的贬值 那目前有哪些投资方式呢 我觉得这大家熟悉的方式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投资股票 ETF基金相关类型的产品 第二呢有的人可能会去买黄金 避嫌保值 更有钱的人可能是去买一些房地产 去做投资 避嫌 但是还有一个方法 今天我就要教大家如何投资艺术来保住我们的金钱 你可以看到我图片中这幅画 你们可以看到三位夫人正在猎羊之下 低头的十岁 但是大家知道这幅画要多少钱吗 这是米勒的作品 要一亿欧元 最后我还会分享我买的那幅美丽的画作给大家看 如何像孙悟空一样 火眼金星 看出事情的本质 并且从当中获取更大的利益 什么是Masterworks的作品呢 2017年Skoglin成立了Masterworks这家公司 投资艺术品的公司 我们可以买到像莫内 Lango 像知名画家有权的股份 根据rprice.com显示这几年艺术的回报率竟然超过S&P500 大家可以相信吗 很令人吃惊 以前人都说艺术品不能当饭吃 但现在不同了 大家喜欢限量品 所以艺术品是越来越值钱 为什么要投资艺术呢 最主要是艺术的价值可以抵抗 通货膨胀 避免通膨吃掉你的资产 公司的投资主要是以画为主 画可以用年代来做区分 但是并不是像大家想的 年代越久远它就越值钱 反而现在有一些单代画家的作品 价值很高 以上这个图表我们来看 可以显示这些画的回报率 不会输给其他投资 像股票 债券 房屋 因为这些艺术品不像股票一样 可以看它的value 或看它的DCF 所以公司把它分为蓝筹和成熟 两种 蓝筹之风险比较低 报酬也较低 成熟就是带有一点风险 但相对的回报率也比较高 现在整个艺术的产值 大约有17000亿的市场 每年的成交价值在670亿之间 再来最重要的是 公司是如何运作的 首先呢 Masterworks 会挑选一些在展览会上面 或者是艺朗上面 展现良好的艺术家的画品 也就是可以赚很多钱的艺术家 当他选择了一个艺术家之后 他会把他生平所有资料相关的做一些整理 并且是提升大众对他作品的连结 这样一来下一次 当他再卖出的时候 就可以比较好的价值去卖出他的作品 公司艺术品质的历史生殖率和风险 是由公司团队收集历史拍卖的数据 一旦艺术品被拍卖会马上出现在美国证交交易委员会的列表中 目前公司打算把美股定价为20块 然后目前他是打算3到5年之后要拍卖的时候 他会从这个股份有份额的人做投票表决 如果多数人同意拍卖 他才会把这作品拿出来拍卖 再来接下来公司希望能做一个平台 提供有股权的人在这平台上做交易 可以随时随地把自己股份卖掉 万一收藏家想收藏你的话呢 那公司将会把你的话卖出 然后把你赚到的份额里面 拿出20%当作佣金 但是要如何购买呢 第一点呢你要在网路上注册 第二点呢美国那边会打电话跟你interview 然后第三点呢如果你是美国人你有美国公民的话 直接在银行上面的账号汇款过去 但是像我们这种不是美国人的话 我们可以用网路刷卡或汇款的方式 就可以顺利的买下我们人生的第一幅画哦 最低的交易金额是1万美金 当然这是可以商量的 并不一定要这么高的价格 里面包含画的管理费 还有保安人员 还有最重要的是画的保险 五个人想法优点分为五个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 第一点这是要公司提供一个平台 对艺术有投资兴趣的人 并且让自己的资产多元化 第二点如果你是投机者 就像莫内或Van Gogh的作品 其实有时候也有涨幅 不一定是全赢的 但长远来看的话 赚钱还是多过赔钱 第三点动辄千万的话 我们只是花了一点点的钱 就可以买到一个梦想 虽然管理费是1.5% 但至少有人照顾我们的画 管理它 避免我们的画作受到摧残 第四点呢它慢慢想要把它变成一个股票交易平台 让大家可以随时随地可以把自己的份额卖出去 第五点呢老板在艺术上面是有丰富的经验 接下来我们来说风险方面 因为是风险的部分 所以我要强调两次 风险方面 第一点目前的收藏品没有很多 我那幅画其实股份也卖完了 而Mustworks是一家年轻的公司 没有很多资料可以参考 所以这方面有绝对的风险 第二点目前的Mustworks有时候买到单代艺术家的作品 有可能因为艺术家的生活不检点 导致画价跌到谷底 第三点呢 艺术品本来就是很主观意识 每个人对审美的观念本来就不同 像唐朝喜欢圆润的美女 到现代大家觉得要瘦得像竹竿 所以艺术的价值其实很难定义的 第四点 卖掉画作之后 它将会抽取20%的佣金 但佣金如果抽少大家也会怀疑它会抱着画跑了吧 第五点 画不一定会涨价 画就像股票一样 一定要有人追捧 这价值才会越炒越高 第二点 艺术上的作品是不可能在一切之间爆红 虽然公司说三到五年 也许要七到八年才卖出更好的价格也不一定 最后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介绍我买的画 但那之前我举句话想说 买这种艺术品最重要的是 对的时间遇到对的画跟对的价格 然后才会产生成交 所以也需要很大的耐心 最后呢 来看一下我到底买了怎样的画 大家一定很期待吧 你看这图旁边有两个画 这两边我放出来的 你们觉得我是买当中的哪一样呢 我投资了左边这一幅画 因为我感觉好像在家里画了一个寻宝图 在当中寻找宝藏的位置 然后发现原来宝藏藏在一个城堡下面 刚刚所说的都是我自己纯粹的单纯幻想 当然不是这样子啊 其实这幅画是作家在画出他以前小时候在拜拜的地方 所旁边的景色 这个作家很有名 他叫Sean Michel 他以往的作品都是动辄几千万美金的 所以不要小看这幅作品哦 如果有买的话 你将会收到公司的email 再来你上公司的网站也可以看到股份 看到你占的比例 还有接下来的日子 他将会把他买的艺术品放在一个美国的纽约画廊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过去去欣赏我们选的画作 我个人觉得这个投资方式很有趣 他让我的资产更加的多元化 当然我知道我也不可能一夜间致富 不过让我们这种喜欢艺术品的人 也有机会做一个小投资 我觉得也是很不错 但最重要投资有风险 大家一定要独立思考哦 喜欢凯西的人请麻烦帮我订阅 按赞 分享 谢谢大家 拜拜